阿佛南部阿弥陀 佛为甘露语 何老爹 您这会儿要上山去啊 是啊 去采点药材 您不怕山上有老虎啊 老虎 没有了啦 自从山里来了一位出家人 本来满山的老虎 也不知道都到哪儿去了 这可真是奇妙啊 那位师父大概有什么法术 才把老虎都给吓跑了 不不不 听说老虎都当了这位师父的弟子了 那想来他的道行一定很深咯 明朝龙庆五年 净土宗的第八代祖师 莲齿大师 来到了云期 原本山中老虎凶猛为患 但是自从大师为他们诵经诗诗以后 老虎就不再伤人了 住在这附近的居民 心中都十分的感激 有一年 这里闹起旱灾 居民人心惶惶 不知如何是好 哎哟 老天爷啊 您就撕杯点老点雨吧 是啊 这样下去我们怎么好啊 正当大家非常烦恼忧愁的时候 忽然有人想到了居住山中的莲齿大师 于是众人慌忙上山去找莲齿大师 求求师父慈悲 为我们祈求天空落点雨吧 是啊 大师啊 您的道行高深 就为我们试试法术吧 大师啊 您慈悲慈悲吧 莲齿大师望着焦急的众人 然后说 我没有法术 我只知道念佛 大家听了大师的话 仍然苦苦哀求 希望大师能慈悲为怀 为乡人祈雨 在众人的看求下 莲齿大师就来到了该爱很久的田地上 一边沿着田梗行走 一边敲着木鱼唱念佛号 这时候 随着莲齿大师的脚步 雨竟然哗啦哗啦地落下来了 哎呀太好太好了 老爹也下雨了 有水了有水了 哎呀没想到大师的念佛 我是比法术还要高明 是啊是啊 欢喜异常的乡民 越加敬重莲齿大师 大家争相要供奉师父 护持道场 后来 跟随莲齿大师的出家人 也越来越多 终于在这里成就了一处大丛林 莲齿大师往生前半月 骗向僧俗大众告辞道 这里握不住了 半个月后将到别的地方去 在万历四十三年七月初四五十 果然依照他所说的日期 往生西方 世寿八十一岁 大师道高望重 后人尊奉为净土宗第八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